玉龍本季最大變動 就是老將鐵位陳之中 沒出現在球隊名單中 他是少數橫跨國內直籃 CBA和SBO兩聯盟的元老人物 靠著招牌強悍防守和組織功力 直到上季 依舊是玉龍關鍵時刻 最倚重的後場指揮官 不過考量到他明年就要滿四十歲 球團也認為是時候交棒了 為了先介紹了阿強的戰力空缺 球隊今年夏天在自由市場 一口氣網羅葛季豪和陳時念 兩名博家級空球後衛 陳時念儘管先前拉傷小腿 幸好不會太嚴重 預估一個院內能歸隊 至於小葛已經和隊友充分磨合 有信心開技扮演好主控角色 球隊的特色本來是鎮定戰比較多 就是打戰術居多 然後自從我跟四面加進來之後 就變成不管是鎮定戰 或者是在板塊攻 比例上應該會變得比較平衡一點 應該還是會維持玉龍的傳統 鎮定戰的球風 那差別我覺得就是因為 他們兩個真的是比較有經驗的球員 那對於組織的方面 他們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拿捏跟掌握 玉龍後場深度大幅提升 只不過陳時鐘過去硬漢形象 垃圾化風格鮮明 打擊對手同時也帶動團隊士氣 如今少的他 全隊上下都還很不習慣 球隊他不管練習 他就已經在給我們考驗 防守啊 他就是在比賽他都會用 他練習也是這樣對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比較不怕 對手來弄我們 所以那種練習他都在 然後突然不在 那種氣氛感覺比較有 SBO第十四季 玉龍正式進入後陳至中時代 補禁的兩位主力後衛 球風個性都和阿丁大不相同 這樣的調整會帶來什麼樣的化學變化 也成為星球季一大看點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